习近平总书记已经为深圳的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我们身兼重大使命 深圳何其有幸 有中央的大力支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蓬勃发展 深圳成为全球标杆城市 这样的未来不是梦 伟大梦想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富有改革创新 锐意进取精神的深圳 也必将不如使命再创辉煌 从曾经的文化沙漠 到今天的文化绿洲 深圳走过的是一条以科技支撑文化 以融合创新文化的特色道路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 活跃着一批在全球政治 是经济 文化各个领域 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城市 由于这些城市所具有的超强的创新力 凝聚力 吸引力和影响力 我们将它们称之为世界城市 深圳一个在中国南方大地上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 在短短40年当中就挤身中国超一线城市之列 不仅书写了世界工业化 城市化 现代化发展的奇迹 更是全球4000多个经济特区的头号成功典范 年轻的深圳不比具有灿烂古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 也不比具有优越自然基底优势的山水城市 这就决定了深圳不是一般的资源依托型城市 也不是传统的区域政治中心 那么面向未来 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的文化应该如何定位 如何发展 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学者 我特别留意到2020年10月14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上 都要交出优异大卷 总书记的讲话意味深长 深圳的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打造全球文化疏流之城 正是践行这个伟大使命的必然取向 这里我更愿意用发生在我们深圳日常的一些文化场景 来展示这个快节奏城市的未来文化追求 在深圳市民老百姓非常喜欢听一句话 叫一公里文化圈和十分钟文化圈 就是在你的住所工作场所一公里范围之内 或者步行十分钟范围之内 都可以享受到一流的文化设施 深圳将公共文化服务送到了每个市民的身边 在深圳十大观念当中 有一个观念非常独特 叫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深圳通过真正的践行这些观念 赢得了市民的尊重 增强了市民的归属感 如今在深圳每个周末每天晚上 市民都可以到图书馆音乐厅 享受到高品位的公共文化服务 和高端的艺术演出 在深圳十大观念当中 还有一句话 叫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 作为中国文明的外向型经济城市 实际上深圳一直追逐着世界城市的梦想 讲起深圳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有一个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代表性的事件 那就是2008年 深圳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的设计制度称号 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创意城市网络的第六个设计制度 这也是我们中国获得的第一个设计制度 深圳加入设计制度 意味着我们在国际化当中 保持和发扬自身创新创意的工作 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也为深圳走向世界开了一扇窗 今天深圳作为世界设计制度 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加强与全球设计业交流合作 打造全球创新创意制度 作为一座开放之城 深圳在设计领域尤其是注重国际合作和交流 通过设计制度的平台 深圳鼓励设计企业和设计师 走出国门 走向国际 走进国际 积极参与到各类的国际活动当中去 吸引国内外的顶尖的设计机构 设计师到深圳发展创业 加强深圳和国际文化产业的交流和融合 打造有影响力的国际品牌设计活动 进而提升深圳在国际设计界的地位 在这个方面 有几个举措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一个是面向国际 进一步打造深圳设计州和深圳环球设计大奖 搭建国际合作交流的一个大平台 2020年的深圳设计州 因为疫情的原因 于8月中旬在线上也成功地举办了 尽管是在线上举办 还是有来自海内外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3家设计机构 800多名设计师在云端展示了他们的设计风采 全球56个国家在云上观看了设计州的展览活动 参与的人数也再次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另外深圳环球设计大奖 吸引了全球的设计师参与 2017年深圳启动了总奖金高达百万美元的首届环球设计大奖 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 2019年环球设计大奖 共收到30个国家和地区 2581件作品报名参加 深圳环球设计大奖 正努力迈向全球设计界的奥斯卡 此外 2013年 深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 举办了首届深圳创意设计新锐奖 面向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员 这些城市的青年设计师 征集作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官员 对深圳举办面向全球的新锐设计奖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第二项工作 就是深圳全面开展的全球推介 在国际设计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 这些年来 深圳先后在法国 德国 西班牙 芬兰 俄罗斯等国家 举办了深圳设计系列推介活动 受到了当地设计师的高度关注 此外 深圳设计师的代表团 还连续四届 参加了法国 圣埃迪安设计的双年展 伦敦的设计节 赫尔金星基设计州 蒙特利尔设计节 柏林设计节 等一系列的国际上大的设计活动 深圳设计师 是中国设计界最为活跃的一致力量 除此之外 深圳与世界的文化交流 还有一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样本 2015年 深圳是正式的加入了世界城市文化论坛组织 成为这个组织最年轻的城市成员 明镜可以写在山上 sale 写过根